这个就是美国这边电脑上网用的这个叫WiFi吧 这个是前几天刚换的 就是AT&T公司的 但是换完之后感觉速度慢 然后就又换了另一个 换了另一个 现在这个是可以用的 也是AT&T公司的 它这个 它这个以前那个小的 也就是这个的三分之一那么大 特别小啊 然后用了五六年之后 就不能用了 然后又换了这个大的 换了这个大的之后呢 还是不行 还是感觉慢 然后又换了一个 这个WiFi的这个名字 什么也都换了啊 这边上网都是用这种无线的这种方式啊 因为以前一直是放在地上 感觉信号发射的不太好 所以这个新的呢 就给它放到这个高的位置了 跟朋友们介绍一下 就是跟国内有些地区上网的不一样 国内是用那种线跟电脑连 但这边呢 就是直接是WiFi 也许是我的记忆还是停留在三年之前啊 国内现在应该也是这种模式了吧 就是直接用一个WiFi 跟电脑无线连接是吧 就是这样的 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啊 就是这么一种发射器 这个就暂时停用了 然后现在用的是 这一个 它这个绿灯亮着 上边的是电源 下面的是Broadband的宽带 下面那个风电话 那个就没有启用 因为主要是用宽带嘛 对吧 好了再见啦 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 我们那个主任是个英国老头 我跟他说Broadband 他听不懂 我觉得有些老外 在中国也都是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个骗子吧 在那边 对吧 连Broadband这个字都不懂 好了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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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试驾了 我录这个是用我新买的 这个三星Note10手机录的 这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手机 这次买红色的是因为 红色的最便宜 新买了这个 其他这个颜色的贵 所以就不小心买了个红色的 好了拜拜 拜拜